第一个年后是 小小学生亚老师 来举这下保险比赛 我们碰到第五名 接下来说是 长潮鸭与 游戏的圈套 我们欢迎五年三班 欢迎五六与五年四班 多数计计计计 安诚军同学所带的表演 多数计计计计计 第二国有一对夫妻 妻子叫求妈 丈夫叫求爸 他们生下了三颗蛋 但是发现 其中有颗蛋不一样 有一天 最新套的二颗蛋不化了 而是最后一个 付出来的 叫做求小雅 他其丑无比 一点也不像天鹅 更像是一只鸭子 他还有一个很难听的绰号 叫做求小雅 有一天 求家的两个孩子 都收到了天鹅宝的入学通知 求小雅到了宿舍后 遇到了热情的辉哥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辉哥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的新室友 求小雅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后面这位旁大的生意 令人感到被几瓜凉的就是爸妈 初次见面 大天好 保身黑漆漆的外表 再加上汤铁上的红红的肉油 令人感到很可怕 他们的爸妈都是天鹅 可是他们却发不出每一个叫声 只能发出乖乖乖的声音 于是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丑小雅發現大王並不可怕 他其實很蝦涼 加上熱情的會哥 他們三個被天王們取了一個很難聽的綽號叫 醜鴨 一年度的天王秋季賽 太難了 我早上可以藉由這次的比賽出人頭地的火藥的冠軍 霸王很肚皮的練習 但是順不小心拉上了右肩 而右肩成了他的致命殺 沒關係 出三個下可以把對手開 此時霸王突然覺得右肩很痛 霸王會直接這根止痛加強力 保證活力加倍 頭頭不肩 但沒想到 霸王竟遭到背快 霸王不小心 霸王的弱點透露給對手 而對手看著右肩重重的打下一拳 好痛啊 好痛啊 霸王撐下去 我一定可以了 霸王用盡沉睡的力氣 打了最後一拳 好痛啊 終於打敗對手 好痛啊 好厲害 好痛啊 吃雞肉台的臭病 超死了超死了超死了 我沒有臉再黏下去了 我轉學好了 霸王皮 你千萬不可以轉學 你是我的好朋友 沒有你 我該怎麼辦 所以我可以幫你解釋清楚就好了 過不久就是舞蹈表演了 今天我們要表演的是天鵝湖 看誰最會轉圈圈 我這次一定要加油 可惜的是邱小雅最後仍未被炫上 炫上的是輝哥 我上次都是我的錯 我這次還是把機會讓給邱小雅好了 小小雅 努力的表演 最後得到了最佳天鵝獎 可是呢 大家卻開始霸凌小小雅 最佳天鵝獎啊 好 好 你看 呆小雅 呆小雅 你又怕又手 一直撿來吧 長得那麼像鴨子 啥都不是 哪一國的啦 乖乖乖乖 學校內接連發生霸凌事件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被霸凌的人該怎麼辦呢 歡迎閱讀 故意再獲得從小鴨魚無心的篆頭 無懷 理財 敬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唱曲的高雅 Fabian 接下來是,第二次下三層 最少詩曲的面頸來各國設真的大堆其代 一位熱血雙雄成長的完成了一雄 背下教室又是很浪漫 在榜榜輝紅的旋律裡 裝著每個人其中的英雄後 旋律很浪漫 四萬馬分騰的狀態景象 當中有很多的高音 展現出這首歌的氣勢 搭配鋼琴的伴奏和直筆的吹奏 攪伸出歌曲複雜的情感 現在讓我們一起吩咐英雄後 細細品味這首曲子 我們歡迎五年二班鋼琴伴奏 許家瑜及全體同學的直筆吹奏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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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